謝忻女子沉濕床上 下半身雙腿全曲 瘦骨凌訊 女子的手握拳死前 恐怕是相當痛苦 我們到達她的住宿的時候 從窗戶發現 她倒躺在床上 沒有反應 原來42歲的謝忻女子 曾犯下超商竊盜案 警方28日上班居提 從窗戶細鳳看到女子躺在床上 嘴巴開開神情詭異 請消防隊破門而入 謝忻女子已經僵硬死亡 因為她身形瘦到如紙片人 體重剩30多公斤 警方說死者生前疑似餓到受不了 臀醬油止基 出判是營養不良 被活活餓死 但死者生前住六樓 就住樓下的妹妹 怎麼會都不知情 原本兩姐妹跟媽媽住在一起 六月媽媽因病促世 姐妹倆又都失業 只能各管各的 妹妹說謝忻女子 這三個月來天天把自己鎖在房間 足不出戶 也拒絕去救醫 在鄰居眼裡 兩姐妹生活貧困 常需要接受救助 而死者的妹妹三個月來 已經先後送走兩名至親 她表示也很痛心 只是眼前恐怕連辦喪事的能力都沒有 貧困悲歌 旁人看了也感嘆萬分 記者賴慣張杜英傑談的報導 記者賴慣張杜英傑談的報導 有著名時 饕會電話